美国内篮球星格林娜9号走下飞机 再度踏上美国国土 她第一时间被送往德州军医院 接受创伤治疗 白宫也证实格林娜已经顺利和妻子团聚 这场美俄换球看似画下据点 实际上余波荡漾 因为美国这边是西带大马入境 遭逮捕的篮球明星 在俄罗斯那头却是遭重判25年 间接促成无数百姓死伤的军火之王 营救美国公民原本该是美式一桩 但现在白宫却被批评是让步太多 另外一遭俄罗斯关押四年 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惠兰 不在这次的换球名单上 不知本人表达失望 家属更是心急如焚 众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批评 这场换球行动根本是送给俄罗斯总统普丁的礼物 同一天普丁也送过表示不排除再执行换球 多位美国官员认为 曾在苏联时期担任军方翻译员的布特 应该与俄罗斯情报单位关系密切 所以才让普丁急着想交换 有专家分析这看似不对等的换球 其实也显现布特对俄军高层的重要 反而曝露了普丁的弱点 这场美俄换球交易各自代价都不小 继续离间的领袖不得